嗨,大家晚安 我是李明綺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所謂的 節奏有問題的人 大部分會出問題會出在哪裡 因為我最近有幾個學生他們是屬於那種 節奏稍微有點問題的 但是你如果說跟他們講說叫他們數拍子 他們其實都還數得出來 每一小節四拍一二三四 他們這樣數都其實都還數得出來 那問題會出在哪裡 其實呢有很多人的問題是出在 所謂空拍的地方他們並不會去數拍子 以這首歌來講這首歌是雙眼影 是鳳飛飛的歌曲 所謂前奏啊中奏那些 其實你是要更得數拍子 這邊其實有的很多版本不一樣 有的版本是 可能是鳳飛飛的 然後可能另外一個版本是別人的 他們的前奏可能就有點不一樣 那前奏的地方你們就要自己去數了 好那我現在就從那個歌曲開始來講 你如果讀譜的話 大部分 大部分的學生都會變成說他們是這樣的 他們會把那些有音符的地方他們會數出來 這是沒有錯的 但是呢他們很會忽略掉空拍的地方 比如說 手拉多拉手迷 像這一句的話 我就會教學生 他把那個空拍的地方數出來 那像這一小節 一小節是四拍 照理講是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空的數都沒問題 好那第一句變 手 那第二拍是空拍對不對 那我就會跟他講說 那你把那個空拍一幫 因為他是第二拍 你就是喊二 手 拉多拉手迷 然後你看喔 從那個第一句跟第二句的中間 咪 然後中間空兩拍到 第二句的開始是 第二小節的第四拍 那所以他正確的唸法 我這邊的唸法 我就會變 手 拉多拉 手 咪 二三 手 拉 多多 拉 手 拉 二三 四 我都會建議學生 把那個空拍的地方數出來 因為其實大部分 他們出問題的地方 並不是有音符的地方 他們所謂的脫拍 或是搶拍 幾乎都是在空拍的地方 他們的解拍沒有數得好 導致於你在下一句 在進歌的時候 就變有點快 或是有點慢 所以這 問題是出在空拍的地方 第一句跟第二句之間 他們到底空了幾拍 他們沒有去注意到這個東西 導致於說他們只是 用心理去感覺說 下一句的頭好像是在這裡 隨便就下歌了 其實他們有時候下歌都不是太快 就是太慢 變成說你中間的地方 你沒有數的話 很容易出問題 所以整首歌 現在 你現在就是把所有的空拍的地方 都要把它數出來 就變 So 2 La Do La So Mi 2 3 So La Do La La D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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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2 3 4 So La Do La So Mi 2 3 4 1 2 3 4 1 2 3 La So La So Mi 2 3 4 A如果說這個譜跟你的伴奏是 版本是一樣的話 我就會建議你所謂的前奏 跟所謂的前奏部分 你要跟著去數拍子 啊這樣子你如果這首歌 你從頭到尾都有數拍子的話 你拍子幾乎是不會有什麼問題 另外就是還有一個重點就是你 我們在說那個重音的地方 通常 通常 很多大部分的歌 他的重音是在第一拍 所以你要 你要抓出每一小節的第一拍的那個位置 你要稍微強調一下 因為你今天拍子有問題 你今天是拍子有問題的人 所以我們就 稍微強調一下所謂的第一拍 所以 你在數拍子就會變成 S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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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Mi 2 3 S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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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這樣可以讓你 訓練你如何 去對得上你伴奏的拍子 有些人他自己在數自己的 1 2 3 4 1 2 3 4 可是他忽略掉他所 所唱的這個拍子的節奏 跟他的那個伴奏的節奏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他可能伴奏他稍微快一點 他自己唸的這個節奏又稍微慢一點 變成說 其實是合不起來的 所以你要訓練你自己去聽 伴奏的第一拍在哪裡 So So La Do La So Mi 2 3 So La 就是你訓練一下用第一拍 第一拍稍微重一點 稍微用一點比較大一點的點音 So 2 La So Mi 2 3 這樣可以訓練你去對 伴奏的拍子 拍子並不是說你自己想要 吹多快就吹多快 你還是要去配合伴奏 所以耳朵 耳朵一定要很仔細的去聽伴奏的節奏在哪裡 他的中音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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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常聽這種伴奏的人 其實你都 都很清楚他的第一拍會在哪裡 所以你就要跟著伴奏的第一拍去下中音 然後第二個 第一點是你空拍的地方要數出來 第二點就是你在每一小節的第一拍稍微加點重音 這是我最近遇到的一些問題 分享給大家 希望如果說 節奏上有一點小問題的朋友可以參考一下這個方法 就是空拍的地方 沒有音符 沒有音符的地方 你也要把它唱出來 把他的節拍給唱出來 像這樣子 手 2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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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每一小節的第一拍 每一小節的第一拍 你們去抓一下他的位置在哪裡 聽他的伴奏每一小節的第一拍在哪裡 希望這兩個方法 能夠稍微改善一下那個 節奏感有問題的朋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可以的話 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有小鈴鐺可以通知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成長 一起茁壯 謝謝各位 拜拜